我见的第一个恶灵 是我的奶奶 她只是逢人便说 小琪 奶奶等你回家 在云梦 失去生灵的灵魂都会来到忘忧找人了 由大使命送往往生之路 这是王者里的生死观念 那么我们现实中的生死观念 就是怎样的呢 在古代 人们对生命是很敬畏的 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常于内心 它具有仪式感 并且有祭祀活动 像屈原的九哥 在古代 其实就是祭神的德 古时的人们认为生和死 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庄子在《资北游》这篇文章中说 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死 死是生命的延续 而生是死的开端 他认为生命的生和死 是一整个流转的过程 那么现代人对生和死的理解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亡两次 第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 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被所有人遗忘 我们今天甚中最远 纪念死者 就是通过祭祖知道生命的一次性 既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又要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而我们现在就在历史和未来 这个节点上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此生 也更应该珍惜当下 生老病死 自然持续 世间生命皆不可避 唯有珍惜当下 方能归而无害 优优独播trad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